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请一个人待在家里,就偶尔出去一下 说来也是,本来都是单身狗了还不愿意出门交进 连母亲安排的相亲也不去,怎么可能交到男朋友吗 老母亲当然很焦急呀,于是有天趁女儿出门之际 来到女儿家中想要找一些蛛丝马迹 来到女儿卧室时居然看到鼓鼓的一块 母亲掀开被子的那一刻真的是吓了一跳 直接女儿的床上躺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红色东西 正睁大眼睛的看着它,后来才反映过来 这是一只巨大的蜥蜴,估摸着有几十斤左右 后面女儿回来了之后才向母亲坦白,说自己很喜欢蜥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蜥蜴给它陪伴 精神也得到了治愈,就恋上了蜥蜴 她喜欢这种动物的颜色和形状 母亲看到女儿深情的抱着蜥蜴,比亲吻 才发现女儿原来有着怪异的癖好 但她表示还是不理解,这动物一骨子怪味 也有大量的蜥蜴想要把她送走 并希望女儿能够认清现实,回归正常生活 找个好男人嫁了,但是女子还是拒绝的 死活不同意,把蜥蜴送走 看到女儿的坚决母亲也是很无奈呀 对此大家怎么看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